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我在我的家 然后我们今天没有要出去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交心时间 我想让你们更认识Cecilia这个人 我要先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的那个声音 听起来就是有很重的鼻音 因为我早上的时候 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都会过敏打喷嚏 过敏allergy 打喷嚏 sneezing 所以我现在的声音是这样 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早上会 对 anyway 好吧 那我想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小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好不好 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喔 对 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 very strange 为什么说很奇怪呢 好我第一是非常非常极度的 真的 对很多人不相信 就是有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聊天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说 我以前很内向 他们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真的假的 这样子 我小学的时候特别内向 对 那我内向的程度到怎么样呢 就是 嗯 我很不喜欢进学校 我进到学校以后 我就会觉得 很不舒服 压力很大 对 很不舒服 因为太多人了 太多人在我旁边 我就会觉得 不舒服 对 然后 我也不会跟别人说话 就是同学啊 我觉得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好像很轻松 然后跟别人很快成为朋友 可是我呢 我不是 我是那个都在角落一个人 然后不想跟别人说话的小朋友 对 然后 我记得 我的同学 他们还会算 count 我今天 说了几句话 they will count how many sentences I said in a day cause I barely speak 因为我几乎都不说话 除非可能老师 点我 回答 我才 嗯 对 好所以呢 就是这么严重的 然后 嗯 反正学校的整个环境 让我感觉就是好像我是一个 小鸟吧 被困住的小鸟 然后没有自由 每天去学校都好像在地狱般的生活 对 因为你知道学校就有很多团体活动啊 像玩游戏啊 我想到了 小三的时候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嗯 我们有那个英文课 嗯 那英文课呢 就是会有外国老师 来我们的班上 我们就分两个两组 两组 两组 然后就是学生就站起来嘛 然后老师问一个问题 这两个人就要 哦 赶快回答 对 然后我真的超讨厌这个游戏 因为第一 我要在全班同学面前站起来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第二 我还要很大声 然后跟别人比快 这样子 我真的没办法 所以每次我都是输 呵呵 我每次都输 嗯 然后 然后 就会觉得有点guilty吧 但 没办法 嗯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个性 哦 嗯 为了不让自己 觉得太痛苦 去学校太痛苦 嗯 我还会自己想像 我是别人 就是 进到校园里面的那一刻 我开始想像我是别人 so that I don't suffer is that crazy 真的很 很crazy 对 好吧 我就是 嗯 非常想要 在家自学 对 所以小学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跟我妈 抗争 fight 抗争 说我要自学 我要自学 然后每天这样 吵她 呵呵 就最后她就让我在 小学 嗯 六年级 大概六年级的时候吧 嗯 就 在家自学 一半一半 因为在台湾 在家自学 home school is not very common 是很不常见的 对 所以 嗯 嗯 那个时候我是一半时间 在学校 一半 应该不到一半 在家里 这样子 但至少 至少 我可以 在家里啊 对不对 然后 嗯 嗯 国中的时候又回到了 学校的系统 没办法 因为 台湾的教育环境 嗯 就是比较看重这些 你知道 学校啊 学历的东西 对 那国中就有比较好了 到高中就更好了 然后 我在高中的学校 交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 一直到现在 他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们 对 嗯 大学的时候也是 还不错 对 也是有我到现在都还有 在联络的好朋友 每天都在聊天的好朋友 对对对 所以是 anyway 我的小时候的成长 是这样子 你们刚刚有看到这个杯子吗 很可爱 是 阿里山的 是Starbucks的啊 但是 就阿里山的特别版 很漂亮 那 我是一个非常 就是 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人 嗯 这点呢 我也是还蛮极端的 quite extreme 对 就是我记得 好像年轻一点的时候 比较明显 就是说 如果有人 有人说 欸欸 最近那部电影超好看的 赶快去看 这样 然后大家都在说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不想看 我不想看 因为大家都在看 我不要跟大家一样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固执 你知道吗 就是 不喜欢跟别人一样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 现在看我以前的照片啊 我以前的化妆啊 跟那个穿衣服的style 都很奇怪 我就是想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 那个照片真的有点可怕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个性也有影响到我工作的方面 对 就是 嗯 在几年以前 我开始做我的instagram的时候 或是我的 I don't know social media 的时候呢 嗯 我看到很多别的中文老师 都是教简体字 Simplified Chinese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 我是台湾人欸 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学繁体字 为什么 你们也是啊 他们也是台湾人啊 为什么你们要教简字呢 I mean it's not like you can't but I just have this dope like 他那个整个 教学的气氛就是 全世界的人要学中文 都是因为中国 中国有很多工作机会 所以大家想去中国发展 然后因为要去中国 所以要学中文 所以我们台湾的老师也要教简体字 这样我们才有这个market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想法很奇怪啊 然后我还是想要坚持 就只教繁体字 对那一开始 我说几年以前 真的很少人可以接受繁体哦 来问我上课的人都是 诶你教 简体还是繁体 繁体 OK掰 就这样子 对但是我就觉得 嗯 我就是想要跟大家不一样啊 我就是想要教我自己最拿手的东西 你知道就是像以前我们去training的时候啊 我就应该也算是个性还蛮叛逆的 就是training 我们在training当中文老师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你们要学简体字啊 因为中国啊 什么什么啊 这样你们才有学生啊 那我就觉得 Nope Nope thanks 我要教我自己想教的东西 对 反正就是很有点固执啦固执对 那后来我也慢慢看到这几年就是 Taiwanese Mandarin starting to rise up 然后很多人开始喜欢就是特别想学台湾的中文 那我觉得我很开心 对 好的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我的一些小秘密 也不是秘密啦 就是平常比较不容易跟你们分享的 这一面 我的这一面 好那我希望你们更了解我了 然后呢 欢迎你们也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们的个性是怎么样 你们是比较外向的呢 还是内向的人 这样子 对 然后呢 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起学 Traditional characters 繁体字 Definitely check out my linking Not bio Always saying I'm too used to Instagram 就是 Check the description box There's a link of my course Learn 500 Game Changer Chinese Character in Day-to-Day Life Open Doors to Independency Yay OK So I also have the other speaking course which is E I changed the name It used to be Learn Taiwanese Mandarin from Zero to Hero And now is called Easy Peasy Taiwanese Mandarin Because I make it so easy for you to learn No brainer And so fun So much culture things It's amazing course that can connect you and Taiwanese people Check it out in the description box I have the waitlist there And if you sign up first You will get the notification of when it's open for enrolling And you will have special bonus Ok So see you guys there Bye Bye I